跨越800年的强力支援 乔伊波伊霸王色乍翻全场 大家早上好 我是最二本 海贼王1122话详细情报已更新 广化标题 时机到来时 世界各地人们担心他们的国家会沉入海地 但海贼们则兴奋的认为 他们有机会称霸世界 在海军医院 克比回想起 他和陆飞谈论成为海贼王意味着什么的时候 但是克比决心阻止陆飞 陆飞先生 我必须阻止你的梦想 千万到卡莱巴利岛 巴基正在和他的所有手下说话 世界将是我的 别开玩笑了 他将是我们的 真的是顶级演讲者 所有时至公会的手下都在为巴基欢呼 克洛克达愤怒的命令他过来坐下 镜头给到卡特琳娜戴鹏和芳奥卡 他们正在返回风潮岛 戴鹏在电话丛里向蒂奇谈论卡里布 蒂奇同意将卡里布带过来 并表示如果情报没啥用 他会把卡里布干掉 回到弹剑岛 被叫庞克的广播继续 然后就是真相 乔伊波音 他说话的时候 带野猪再次攻击埃米特 这次广播电话虫被摧毁 被叫庞克的广播突然结束 那时硕然圣仙人在追赶30号 萨坦在岸上 在陆飞和波尼的联合攻击后 正在恢复 在一个惊人的跨夜中 沙虫 野猪和马骨 即将一起跳到 埃尔巴夫的船和30号上 这时候埃米特抓住了 腰间附近的某个东西 然后想起了乔伊波音 对不起 乔伊波音 我知道你不可能还活着 但是他看起来和你太像了 我不禁想起了那一天 乔伊波音 对不起 我没能让你成为王 然后埃米特问了陆飞一些事情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蒙奇地陆飞 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埃米特注意到了陆飞的D 他拉出腰间的东西 解开了体内绳子上的一个结 突然 许多巨大的黑色闪电 从埃米特的身体中涌出 大多数战舰上的海军都晕倒了 陆飞非常震惊 霸王色霸气 埃米特向陆飞道谢 因为他让自己听到了怀念的节奏 在一个史诗般的跨夜中 埃米特从他的身体中 释放出超级巨大的霸王色霸气攻击 影响了整座岛屿 甚至远处的大海 请不要死 我不会让你死 海军中将们 勉强抵抗住了霸王色霸气 他们不知道这是谁的强大霸气 岛上的所有五老星成员都被吹飞 并被埃米特释放的攻击 变回了人形 之后 比特圣 卧修丽圣 和纳斯瘦兰圣 回到了玛丽乔亚 萨坦是唯一一个 留在丹尖岛上的人 比特圣 卧修丽圣 和纳斯瘦兰圣 在全力之间气喘吁吁 而马兹圣 已经坐在那里了 可能是因为之前路飞的攻击 提前回到了玛丽乔亚 抢到了沙发 在话之间 英姆跪在地上并尖叫 他响起了乔与波音 三年号终于落在海面上 与埃尔巴夫的船 一起离开了丹尖岛 他们已经离得很远了 两艘船上的所有人都很震惊 想知道怪物们去了哪里 巨人也很困惑 为什么一个机器人 可以使用霸气 为什么霸气会让人消失 在弹尖岛岸边 阿米特的舱海 倒在萨坦面前的地上 这一画的最后两页 是乔伊波伊和阿米特之间 几个世纪前的赏回 乔伊波伊坐在一个岛上的山顶上 和阿米特说话 乔伊波伊仍然在阴影中 但可以看到他戴着一顶草帽 穿着一件大衣 阿米特穿着类似于巨人的衣服 记住 阿米特 只有在时机到来的时候 时机到来的时候 我会集中自己最强大的霸气 然后把它封印在你的身体里 我总有一天会死 但是你会比我活得长久的多 总有一天我无法来帮你 我不想那样 当你的生命 或者你想保护的人的生命 处于危险之中时 当时机到来时 你会来帮助我 没错 我会从过去来保护你 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 阿米特的眼睛改变了形状 因为他对乔伊波伊说的话很开心 谢谢你 这让我很高兴 就像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一样 当然 但我们说的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不是吗 很久 很久 这本画的最后一隔钟 时间回到了现在 阿米特眼中的光芒消失了 到了未来 我还会孤身一人吗 编辑语 他带着美好的回忆入睡 本画结束 以上诸子海贼王 1122话的详细文字情报啦 期待一下全土里 这传奇班的霸气攻击 我是猪艾本 我们下期见